作詞・作曲 李宗盛 最愛擁抱著妳 最怕看到你的哭泣 总会想起相爱时光 你和我紧紧以为的亲近 我们都以为是永远 却看不到悲伤靠近 人世间太多事 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 爱与不爱谁能决定 你一时我不会唯一 且闪眼万水的飞翔 却回不去 你的细腻 我该如何去挽留你 当绝望满满眼 抹我眼睛 飞跃千山 心默默呼喊 还我有幸福 去 leva 去iane 一篇 슝 吉他 孝こと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我不会喝酒 哎呀我不会喝 我酒精过敏 哎呀我不会喝 哎呀我不会喝 你来吧喝一个吧 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 我酒精过敏 我真不会喝酒 月盈 我真不会喝酒 月盈 同学 你怎么来了 我 是不是你叫他来的 没有啊 我 这位也是你们公司的同事啊 是是是是 莫总 他也是我们公司的职员 是个设计师 大家好 我叫同学 请多多指教 我是听你说 金总也希望我过来 所以我打了电话回公司 说你们在这里吃饭 对对对 好好好 你带兵坚持工作 我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们公司啊 最出色最敬业的设计师 他叫同学 月盈也是我们公司最出色的啊 他俩都是最顶尖的 来来来来来 这位是莫总 远中集团的莫总 童小姐 你好 莫总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希望你今天玩得开心 这位呢是陈先生 莫总身边的一把手啊 老陈子啊 你好 陈先生你好 来 这位呢 是吕总 李总你好 这位啊是杨氏集团的杨总 杨总你好 我跟我爸就不用介绍了 来 同学 坐我这儿 来来来 什么坐你那儿啊 你们俩坐一起多没意思啊 你看看大家都怎么坐的 回头你们俩坐一起 鸡咕咕静说悄悄话啊 不把大伙给冷过了吗 对对对 同学过来过来 你啊 坐墨总那儿去 坐墨总那儿去啊 来坐这儿坐这儿啊 坐 坐 坐 对 这样就好了吧 来 你看 这就对了吧 相逢似是有缘的啊 来 我再敬大家一杯啊 好 来 跟我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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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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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叔叔 你们怎么也过来了 莫总请我们过来的呀 真是太有面子了 同学 你不知道啊 莫总绝对是个大好人 好的简直是没话说呀 我想童小姐一定很好奇 我为什么把刘总请过来吧 刘总 不如你说说 我怎么是个好人呢 我还曾经派人 把你赶出门呢 不对不对不对 那是我自找的 你看在那之前 我不是见不着您吗 我着急啊 我也没想到 您是贵人世忙 哪有功夫见我们这些小商人呢 所以我当得知 你跟太太搞那个 结婚十周年庆典 我就到处托人拉关系 搞那个勤俭吧 我一拿到勤俭 就没头没脑子冲进去了 当时我真的不认识你啊 是啊 你根本就不认识我 你说我也不考虑吵门啊 这没头没脑子冲上去 缠着你们就要谈生意 您只是让人把我轰走了 这还不是好人哪 这要是换了我 我非让人打断你的狗腿不可 爸 别说了 你别管 我跟莫总说话呢 莫总 您跟我就是不一样啊 你看 您不光没打断我的狗腿 您还把合同给我签了 你们把合同给签了 昨天莫总就让助手给我打电话了 今天一大早就把合同送回来了 昨天 莫总啊 咱们真是不打不相识啊 你看你还这么关照我 特地约我出来吃饭 还给我介绍了两位著名的企业家 来 我敬你们二位 来来来来 我也站过啊 好杯酒喝啊 好好好 来 莫总 咱们一起吧 好吗 来来来来 来 敬你三位啊 坐坐坐 刘小姐 您还记不记得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啊 我当然记得了 我还怕您不记得 我都不敢提呢 你们见过 是啊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 你突然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你买一条白色裙子 当时我匆匆忙忙离开 就和莫总撞在一块了 还是莫总扶我去停车场的呢 不过呀 没过多久你就来了 对不起 我去趟洗手间 我也去趟洗手间 我爸说的没错 这莫总啊 应该是个大好人 他知道我在我老爸的朋友公司上班 就说把那个老总也叫出来 一块认识一下 你知道刚才那两个老总是干什么的吗 他们两个呀 都是搞黄地产的 如果他们公司的工程 都要发给我们公司做 那我们可就肥大了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你不舒服啊 我可能是错怪了一个人 谁啊 什么事啊 没什么 可能是有点不舒服 胡言乱语了 你今天就不应该来 就算你身体没病 一会儿也会很惨的 为什么 给 陈先生好 好 你也上洗手间吗 是啊 你刚才没喝多吧 你要是手下留情的话 我就可以走直线回家了 那我们先进去了 你是童小姐吧 是啊 这个姓氏很少见啊 我活了大半辈子 只认识一个姓童的 是吗 谁呀 童文兵 这不是你爸吗 你是他的女儿 我说你们两个长得怎么那么像呢 您认识我爸 哦 不少 见过几次 都是生意上的傍晚 哦 好了 那我们先进去了 两位女孩子终于回来了 好了好了 现在该两个女生喝了吧 对 对 对 我挺行不行 你挺 你挺 什么意思啊 我们两位女孩子都能喝酒吗 不能喝酒在里面干什么 就是 就是 多吃菜呀 还不是回家吃呢 是吧 月瑶来 陪我喝一杯 不要为难小孩子嘛 来 我跟您喝 既然是小孩子 就早点回家睡觉吧 太阳都下山了 是吧 莫总 我酒精过敏 真的不能喝了 酒精过敏 那就不应该喝了 谢谢莫总 但是童小姐没酒精过敏吧 童小姐来顶 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 去 你拿 快快快 童小姐 我给你买上了 莫总 别跟小孩子开玩笑了 饶了她吧 要不然就 喝一小口吧 刘总啊 我可是帮你女儿求过情了 如果连童小姐都不喝的话 那我怎么跟她们交代啊 说得对 现在连天王老子也管不了了 是吧 哎 怎么回事啊 我刚上到厕所就成战场了 你们可不要欺负这小女孩啊 没有没有没有 老陈 你别做事 我刚才说了 连天王老子也管不了了 来 同学 我们俩先干为敬 我喝 同学 我没事的 慢点 快好吧 我没事 真的没事 小心 下次我陪队了啊 且自满一杯 好 下次咱们接着喝 接着喝 来 下回啊 不醉不归啊 这样吧 童小姐我来送她 不用了 谢谢 还是我送她回去吧 今天她住我们家了 不不不 我也回家 回家 她刚才说了 她家的地址 就在我住的酒店附近 顺路没事的 我男朋友回来了 我给她打了电话 她说她在路边接我的 刘小姐请放心 我一定把童小姐安全送回家 莫总 那就拜托你送我们同学回家了啊 给您添麻烦了 不用客气 刘总 早点休息啊 好 谢谢 刘小姐 那好吧 那小心一点 刘小姐 不就不坐你的车了 我最讨厌喝醉酒的女人 我走立中车回去 好的 早点回去 好 来 好 慢走 慢走啊 慢走 可以 慢走 我跟你讲 你怎么说 我做怪你了 你骗我 你太坏了 你骗我 我不怪你 你包了她 我也不怪你 我跟你讲 我对不起你 我怎么能把你想得那么坏呢 其实你没有那么坏 你装什么装啊 你装什么呀 你又不开心是不是 我看你洗澡的时候有心事 我没偷看你洗澡 是你自己洗澡的时候 没有关好门 所以我就不小心 偷瞄了一眼 我看你洗澡的时候表情很痛苦 很多的心事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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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醉了 好好歇着 我没醉 我就是有点晕 还有啊 你说我的声音能不能大点声啊 我听不清楚啊 我说 你醉了 好好歇着 别动了 你也有不开心 是不是 你不开心 我帮你啊 你帮我 我也帮你 你不相信我啊 你放心 我不会对别人说的 来 大哥 你要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好不好啊 来 你看你又不开心 我看你在书房里发邮件 你给谁发邮件 女人 你的初恋情人 她把你给甩了 是不是 是谁 啊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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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别闹了 好歇着啊 哎呦 我跟你说 我就是有点晕 哎呦 哎呦 你说话的声音真的是听不清楚啊 你大点声说话 大点声 啊 你抽烟啊 我也要抽 女人抽什么烟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其实 你对我也挺好的呀 也没打过我 冬天带我去泡温泉 春天带我去看樱花 你没有爸爸妈妈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爸爸妈妈是谁 也不知道你老婆是谁 我不看报纸的 你是大企业家 你是名人 我不敢看报纸 我怕看到你的新闻 我怕知道你的消息 嗯 你有爸爸妈妈等我 他们对你不好 你那么变态 是因为有童年阴影 嗯 嗯 你恨我是不是 你恨我 我老是觉得你恨我 你为什么恨我呀 你为什么恨我 你为什么 哎 哎 老马 你为什么恨我 好了没有 我问你啊 我问你听没听见 你说话呀 你回答我呀 莫先生 搞定了 嗯 莫先生 童小姐她 去开车吧 好 好 来 来 来 你 你 莫先生 我来 不要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不要 不要 不要离开我 不要离开我 不要 你叫谁不要离开你 谁 是不是那个 给你折纸鹤的人 折什么 我叫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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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不是 是 是 莫先生 对不起 您的电话 喂 你明天回来吧 别说不 是爸让你回来 又是我 什么事 回来你就知道了 别那么辛苦 早点睡 晚安 大概 甚至 我们 不 是 一 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醒 当红影星苏珊珊 近日演绎活动同情受挫 不少广告商突然单方面 取消她的代言合作 媒体更被音频爆料 结束她曾经与多个 有福之福商人相往的证据 苏珊珊事业 似乎将要天性无底 我跟她真的 什么都没有做过 没做过 你总进了酒店的房间 收了人际礼物 那要怎样 也没怎么样 就是得罪了她老婆 现在她老婆出手了 媒体对你穷追猛打 把你八辈子的糗事都抖出来了 今天你的海报还被泼了墨 仅此而已了 男人都是混蛋 我跟她打了好多个电话 她都关机了 这个时候谁还会接电话 要是我早扔了 不行 一定要找到她 我要让她去摆个闹包 你脑袋是不是掉马路边了 谁都知道莫绍千中看不中用 手握大权的是她岳父穆长河 你现在得罪的是穆长河的女儿 父女俩都去了 还有就是刘月银公司的老总也去了 其他就是一些女的 她是谁 没查到 不过应该是什么总女伴吧 父女俩的一块去 不会是她爸爸为了拉生意 让她女儿去做陪吧 这个难说 我会继续跟进的 你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今天请假 没给你带早餐呢 渴死我了 好酒量 你知道吗 你昨天晚上那一杯又一杯的 真是拼死魏君王 可给咱们老总大大听了面子 昨天那个莫总送你回去 有什么事情发生没呀 别乱说 有什么事情发生啊 我就是怕有什么事情发生 人家可是有老婆的 我知道了 老总啊 一直等着你呢 你赶紧过去吧 等我 等我干什么呀 你没看他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 不就是认识几个老总吗 好像姨父马上就要黄袍加身的状态 不过呀 他要是真黄袍加身了 你可是大功臣了 到时候他还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 该感谢的人 不是我 石头太小了 我都没看得上眼的 不过上次你老公回来 给你带的那块红宝石我挺喜欢的 所以想买一块差不多的玩玩呗 好了 不跟你聊了 赶紧请你喝茶 拜拜 苏小姐 这么巧 莫太太 你来买珠宝吗 还有钱 莫太太 今天我来 是想求你放我一条生路 对了 你下午不是要召开记者招待会 宣布退出娱乐圈吗 怎么空来这儿 我不甘心 我太太 我不甘心 我熬了这么多年才熬出来的 我不能就这么退出 我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放过你 什么意思 名人不是话话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是我不对 我该死 我不该勾引你老公 可是莫先生实在是一个很优秀的男人 任何女人都会动心的 多漂亮的红宝石啊 任何女人都会动心的 可是不是任何女人都可以拥有的 我知道 我知道 莫太太 是我不好 是我不对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只是你一句话而已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像你这样下座的女人 我亲自动手 都脏了我的手 凭这一点你就应该死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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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对 可是 请你不要赶尽杀绝好不好 小时候父亲就告诉我 如果有人咬我一口 我就要将他赶尽杀绝 即便他是无心的 因为让我疼了 就一定不能放过他 反过来 我也要把他给咬死 赶紧回去开机脚招待会吧 我还要等着回去 看着你怎么死的 我都已经跪下来求你了 你还是不肯放过我 放过呢 除非我死 你这是个恶毒的女人 难怪你老公不要 你要出去找别的女人 放开我 够了 你这干什么呢 赶出去 把他从后门走 我直接走 实在对不起莫太太 她怎么能够进来 是你把她放进来的吧 你真的是不想干 莫太太 您是多年的老主顾了 看他这个份上 您就原谅我一次吧 失去您这个大客户 我可担担不起的 原谅你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莫太太 莫先生曾经在这里 买过一颗红宝石 说 那红宝石可是顶级货色 真的有个子弹那么大 莫先生还让我们把它 镶成了一个戒指 我不知道是不是送给您的 但那戒指的尺寸 好像跟莫太太您的 不太一样 以后像这种事情 第一时间告诉我 刚才我选的那几颗宝石 给我包好了送回家 谢谢莫太太 姑爷在客厅 已经等你好久了 帮我把东西拿进来 是 想我了 这么着急见我 还特意在客厅里等我回来 我知道你有话跟我说 我不想进你房间 我更不想你进我房间 所以在这里等你 你猜我碰到谁了 你很熟的 苏珊珊 他跪下来求我 一边哭一边说 看了我都觉得好心疼 他今天要推出娱乐圈了 差不多要采访了吧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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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李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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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辉 我一个都被放过的 怎么了怎么了 又吵什么弄是吧 永飞 永飞 岳父 没办法 从小失去了母亲 被我给宠的 你就多担待点吧 知道了 不是叫你昨天回来吗 怎么接着才回来 昨天我去了上海 你让我收购那个科技公司 有点眉目了 所以我今天才回来 对了 去歇会儿吧 晚上我约了几个朋友吃饭 一块儿来 好 好 拜拜 你爸的话好不好 那个山珍的事情 不要玩得太过 该收手了 爸 公司的事情 我从来都没插过嘴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有分寸 爸知道你做事很有分寸 但有的时候啊 不够成熟 知道吗 爸就是想帮你 你帮我 是我帮你才对吧 十年婚姻我得到什么 除了一个把我当死人的丈夫 我什么都没有 他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我只能用一个三流明信来发泄 我还能做什么 你呢 十年之内 钱越来越多 财富越来越大 权力越来越大 你现在是在怨我是不是啊 你别忘了 这人是你自个儿选的 你寻死寻活你要嫁的 我怨你了吗 没有 我怨我自己 怨我自己命苦 好了好了好了 情况没那么糟啊 你还年轻有的是时间 现在就是要 主要是你想怎么样去补救 是铁了心一定要西风压倒东风呢 还是要用怀柔真诚把他的心给拉回来 不要告诉我说 我有看错人了 上千的心肠啊 没有他自己撞得那么硬 他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太天真了 好了 好了 这最后的结果呢 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就看你这么选择 把他医院的项目补了 我不让他这么怨 不是说不插手集团的事吗 爸 如果你真的疼我 我自有方法 今天我要来吃饭的人 都是商会里举出轻动的人物 你的医院项目能不能顺利上吗 还得给他们打个招呼 之前陈经理也跟他们做了一些工作 但后来被自己给搞砸了 能不能亡羊补牢 就看你了 知道了 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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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总啊 我们是热烈欢迎 可你是旅请不到啊 不给面子啊 木中无人的稀客 木董 来 欢迎欢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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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这赵会长那么说的话 那我现在掉头就走 不不不不不说 不说了 不说了 好 来 我 先干为敬 先自罚一辈 好 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好 来 顺便给各位介绍一下 这位 是我的女婿 莫少谦 大家之前也都见过面了 是吧 来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 来 好 各位好 来 坐坐坐 来 谢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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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那 那我接着来呢 我不多废话 我直说了 我是有事相求 您说 往里来 水里去 老安 你客气了 其实基本上这几年 在远中 我 都没怎么在管事 都是少谦在提我答应 什么话 远中谁做主 还不是您沐董吗 说得好 再说沐董这些年来 为我们的商会 出了不少的力 所以今天 不该您请我们吃饭 是我们罗汉请观音才对的 不不不不 我请 还是我请 今天呢 请各位到这边来聚一聚的 最主要是跟各位 谈一下那个K205医院专案的事情 现在这个项目呢 由我女婿邵千 她负责执行 所以今天带她来 特地跟各位打个招呼啊 沐董啊 你打算什么时候启动啊 你们什么时候注资 我们就什么时候启动啊 已经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你还提注资啊 沐董 你是不是开玩笑啊 你是说之前 被我们集团开出那个 陈经理的事儿 各位不用担心 陈经理已经答应过我 从今天开始 他就会退出商界 以后不会再提 关于集团的所有事情 各位可以放心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走了一个老家伙 又来了个年轻貌伪的女明星 现在造的是医院呢 造医院最在意的是什么 最在意的就是 项目执行人的形象和生育啊 一个花花公子 造的医院有什么好的影响啊 可 那这 那不过是年轻人爱玩而已嘛 这 各位也都年轻过呀 是不是 这爱玩也得有个分寸哪 刚刚开了个结婚十周年的纪念会 屁股一转 跟那个明星到酒店开房间去了 这 好好好 就算那个猫不沾心 可得找个时间 低一点啦 沐董 反正这个项目的话 注资的事崩提了 除非是您自己亲自执行 我们还会考虑一下 沐董 这个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啊 我们大家呢 就听你一句话 但是 你可别让我们为难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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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确实不明白 你怎么会闹出这些事了 我也知道 你不想告诉我的事 我问的也是白问 我只是想说 不要像程鸿那样撑不住气 为了医院项目 跟沐长河反目 老称他老了 我也老了 沐长河他也老了 和你才三十多岁 还有很长时间 你一定要忍 忍了十年了 有用吗 忍就是隐忍不放 刺激而动 我们越是忍 沐长河就越会察觉到 我们在刺激而动 所以他从来不曾信任过我 既然忍没有用 那么我就当一个 言听计从的乖女婿 乖丈夫好了 对 让对手觉得没戏 反而是件好事 说不定 将来我们赢 就赢在这一点上 你心里 已经有了长远计划了吗 我爸曾经跟我说过 虽然商场是一个 你死我活的地方 但是有时候 得饶人处且饶人 也未尝不可 你今天 给别人留条活路 终有一天 别人也会给你 留条活路的 沐长河最致命的弱点 就是得势不饶人 这么多年来 他得罪的人 应该也不少了吧 爸 你放心 是我们的东西 我一定会把它拿回来 该下地狱的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赞 订阅 赞 订阅 俊子 赞 订阅 赞 蒙 赞 计 萝 赞 订阅 订阅 创 仍赞 订阅 赞 盛 虚 赞 订阅 监 照 寂寞 煩 热 赞 监 鱇 姓 划 监 网 扣 监 监 监 编 钱 淑 黄 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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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 在心的上面 一点一点累积 障碍你的体会 如果只心不愿 后悔 这是种幸福啊 还是种酥脆 世界在 别谁能打造 永远 总让我在心里 甜甜喊你千万遍 在梦里我 看着你依旧的容颜 幸福只是虚构的一瞬间 我也明白 却是光不愿意 回头心上一幕雪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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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甜甜喊你千万遍 再容易我看着你依旧的容颜 幸福只是虚构的一瞬间 我也明白却是过我怨言 回头心上一幕雪 回头心上一幕雪